让诗传已久的双手剑重返时间 因此于成慧也被人们称为剑圣 1979年 明夏武术队邀请于成慧担任武术教练 之后开始在武术界展露头角 于成慧39岁时受导演张新岩邀请 于电影《少林寺》中出演反派王仁泽 在片中尽显高超剑术 武术精髓 听此片出色表演走红开始了演艺生涯 随后又出演了《少林小子》 南北《少林》两部电影 票房军起的巨大成功 1988年 于成慧首次以第一主角身份 出演武侠动作片《黄河大侠》中马一一角 并担任武打设计 武打动作逼真流畅 节奏鲜明 以及继续细节都精确到位 整部影片的动作场面呈现出一种磅礴大气 顿挫铿枪又曼妙洒脱的境界 而这是于成慧的演艺事业已迎来巅峰 后来内地武侠电影逐渐衰落 他转向电视圈发展 先后出演过《神雕侠侣》 李小龙传奇 《西游记》等 饰演的都是武林成名人物或是高手角色 而他留给影迷的最后